请把这个资料表 它这里面的值 我现在要换成什么 换成一岁注射日期 刮壶二漏针 请把它搬到这边 然后下面这个 就可以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 不要勾咯 因为这边我只算漏针 2016年有30个新生额 它有漏针 就是两个月内 它有漏针 然后有30个 2017年24个 2018年33个 2019年34个 再来哦 这是不是新生额人数 是不能动的 不可能随着 你要算什么而改变的 接下来请问 这个预防针第一剂漏针 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的公式是什么 我们这个分母是新生额人数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公式 预防针第一剂漏针率 我们的分子是不是要换 可是分母是不换的 分子要换成是这个的人数 一岁注射日期二漏针 比较简单的做法 麻烦请选到它 就是刚刚我是不是选到这一个 预防针第一剂漏针率 整个选取起来复制 就是我要的是这个内容 等一下我就可以少打一些字 接下来请问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去算预防针二月 新生额出生两个月的漏针率 所以滑鼠右键 新增量 记得吗 漏针率绝对是一个比例 所以请点选新增量 接下来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刚刚复制的内容 整个直接贴上 要用快速键才能复制到 要用快速键 Ctrl加11就是复制 然后接下来滑鼠右键点它 新增量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请改哦 预防针二月 就是从出生到两个月内 它应该打四季 所以漏针率 那这个是不是要换掉 不是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所以把它的内容往前删 改成蜜死底下的 一岁注射日期刮鼓二漏针 分母浮动 Enter 所以这个折线图应该要勾的是这个 然后请关掉 关掉这预防针第一季漏针率 你不关也无所谓啦 因为这边就两个比例呈现在这边 可以发现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深蓝色是低肝第一季 这个低肝第一季 2020年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漏针 可是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如果新生儿是在2020年出生的话 它的前四针漏针比例是上升很多的 那你如果说不要用第一季来去做一个比较 这个折线图会比较不好去说明 这边就是这边的字幕 但是之后就没想到 我们可以试试的 那么这边的複目 就是这边的阶段 就是这边的複目